比利十一座动物园 多年来富裕亚洲象成果丰硕 最近更迎来今年第三只象宝宝的诞生 新闻最后带您快来看看 也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乌凯文 祝您顺心平安 我们再会 欢迎收看国际财经脉动 给您不一样的财经资讯 我是乌凯文 叙利亚化五攻击事件 引发美俄间的全枪舌战 美国总统川普甚至发布推文 要俄罗斯做好迎接美国飞弹的准备 中东紧张氛围升高 加上联准会最新发布的偏鹰会议记录 让美股三大指数11号全面受黑 比利十一座动物园 多年来富裕亚洲象成果丰硕 最近更迎来今年第三只象宝宝的诞生 带您快来看看 感谢您收看国际财经脉动 我是乌凯文 我们再会